目前Zacory基本上一定要确定是 RK阳性或ROS1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的病人 检测的平台一定要经过特殊的认识 官方的认证还可以 建议剂量是Zacory是每天两次 一次250毫克连续服用直到病情恶化 或者是无法忍受的一个图形 如果肉服一剂怎么办 基本上应该立即使用 除非跟下一季服用时间间隔不到六个小时 不到六个小时的时候 所以千万不要因此肉服吃两倍的剂量 目前降低剂量建议一次是先从 如果需要降低剂量是从250毫克调成200 如果200毫克早晚各一次 每天两次还是没办法就变成250毫克每天 目前调剂量的方式是这样 如果是属于严重的副作用 暂停停用药物直到恢复到小于等于第二期 再以相同的剂量重新给药 则不用再降剂量就要叫病人永久停药 这是他的调药的方式 肝功能的程度属于比较严重的变化 而且合并有胆红素轻微的上升 这时候要暂停这时候要暂停给药 直到恢复到轻微的情况下 再以250毫克每天一次重新开始 如果临床上可以耐受则可以成 慢慢增加配性成200毫克每天两次 如果是属于第二期第三期或第四期的肝功能 一场或隆时合并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的胆红素生加持 但是没有出现胆肢欲肢或红血绒 这要永久停药 如果出现兼职性肺病或肺炎 也就是只要一试就是先暂停用药 诊断确定是兼职性肺病的时候永久停药 这是他的心率不整的一个情形 如果出现比较严重的QTC的延长 先暂停给药 之后恢复到比较轻微 这时候把重拾矫正电解值 这时候把250毫克每天两次 变成200毫克每天两次重新给 如果产生比较严重的QTC延长 则永久停药 如果是心薄过缓 这时候如果有症状 而且是重度化 重度且具有临床是意义的时候 才需要治疗 如果是第四期的心薄过慢 心跳过慢 很容易致命就要永久停药 先永久停药再说 如果是眼部疾病的话 基本上要评估 眼睛上市的程度 如果严重的事实上是就要永久停药 目前对于肝功能 GOT GPT超过正常值上限2.5倍 或者是潜在有肿瘤所导致的肝功能异常 但是肝功能异常是正常值上限5倍 或者是肿胆红数超过正常值上限1.5倍 目前并没有很多的研究 很多的数据来告诉我们这一类病人怎么使用 轻度或中度肝功能不全的病人 不使用GOT GPT要特别小心 对于轻度中度肾脏功能不全病人 不建议调整初始期 只有对于重度肾脏功能病人 或者是无需要但是不需要部门透析或血液透析的病人 这Kazakori从每天250毫克每天2次变成每天1次 至少治疗4周后再医个别患者安全性跟大烧性 调升为每日2次每次200毫克 老人不需要调整机量 儿童病患的安全性跟疗小性目前尚未确理 目前并无任何治疗可以参考 怎么服药基本上是整理服用 就要以水服配送服 不可以压碎溶解打开 而且要跟食物病服 或者不跟食物病服都可以 避免使用葡萄汁或者是葡萄柚汁来抚养 因为可能会增加Zakori在血中浓度 要避免使用肾约汉茶 因为它会降低Zakori的血中浓度